欢迎教师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于淼杰教授发言 各位老师同学们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教师代表 在今年的全校毕业典礼上讲话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大全体教师 对各位同学顺利毕业 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福 毕业了 相信同学们心里都充满着喜悦 同时带着习记怀着期盼 或许还咋有一丝忐忑准备走入社会 毕竟今天的社会各行业是百个争流 大家都在力争上游 同时竞争也是高度的白字化 过去未去 但未来已来 今天的社会人才积极 可谓既生于何生一堆量 那么自己又将何去何从 其实没关系 大可没必要迷茫 也无需慌张 首先请调整好心态 先静下心态 忘掉昨天的辉煌 从临做起 刚当小学生 好好向一堆量学习 同时 还得多向周围的人学习 毕竟商人行必有我师 不妨先脱下所中的白手套 多接地气 多摸草根 同时心中也又有大格局 这样方能 从容自信 做到宁静自愿 也许跟宁静自愿 一样重要的是 一生不懈的努力 聪明和睿智 果然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对北大人来讲 这并非约束条件 或者早已是默认的功力 或者定义 所以对大家而言 成功的关键 也许更在意 毅力更坚持 几年前有一次在英国开会 碰到一个完全失去的 酸臂的同事 看他用脚敲键盘 写论文 用嘴雕书包 含干笔 感到特别的汉原 特别的惭愧 人家都这么努力 自己有手有脚 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努力 有什么借口 偷了 其实 从胜利 走向胜利 从来就是一个神话 人生高低起伏 在所难免 但输赢不在于 一城一池子得失 而在于是否能坚持不懈 永不放弃 如果说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的话 那么 其实只有两步 第一步是开始 第二步是继续 在这场人生的马拉松中 做人做事 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来自自己 记得以前在美国独书时 感受最深有两句 第一 小的事情做不好 会有小的惩罚 比如说 心存侥幸 违规乱停车 或者趴车扫投币 必定会受到警察的罚当 没有例外 大可不必去 至于美国刑警的 敬业跟高效 第二句是 大的事情做不好 会有大的惩罚 如果考试没过 论文没写好 那肯定是拿不到学位 找不到工作 就说美国的经济学科吧 就说我们在各个领域 其实已经研究得很深 很透彻 怎么可能 失望凭一篇错漏摆出 潜尝极致的论文 找到好工作呢 所以做事要少点马斧敷衍 多点匠人精神 精益求精 慢功出细活 可以说 有时候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那么 怎么做好细节呢 因为在学校待着 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点 做研究的感受 刚出道时 我自定的人生信条是 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好好静下心来做学术 少一点浪漫的假设 多一些小心的推敲 因为在北大国发院 我们很早就实行了 飞升几走的 长聘轨制度 所以 对我而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就是把在院员的每一天 当成是自己在北大的最后一天 好好守住自己的一亩田 三分地 努力去根营 总是愿意相信鲁信先生的话 在愚笨的人 只有心沉下去 刚坐冷板凳 坐上个二三十年 只要耐得住寂寞 用一辈子的心力去做研究 也可略有掌握 这样 就不必担心做一条小西 哪怕细小微弱 但只有清澈见地 也就够了 所以 见到长江黄河 不必望着北薄 哪怕见到诺贝尔奖得主 您也可以在他面前 讲自己的研究发现 而无需怀疑自己的研究价值 有一次 国外开会碰到个校友 经历相当丰富 当过中央某部委司机干部 做过某职家社区区长 目前在境外某公司当老总 我问他 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节制转换起来 应该不太容易吧 他笑着说 其实也差不多 我相信他的话 凡是大哲应该是相同的 大哲学家康德早就说过 唯有自律 自律使我们与众不同 自律使我们活得更高级 但如果说自律 高优求 严标准事 做事原则的话 那么待人处事 只不妨多点宽容体谅 不装牛九尖 生活中 有时候 又何妨做个傻子呢 退步海阔天空 毕竟对人海纳百川 方可有容乃大 对其若能淡薄明智 这然也就无义之刚 礼记大学中讲到 古则玉明明得 于天下子 先至齐国 以这齐国子 先齐齐家 亦齐齐家子 先修齐生 亦修齐生 先正齐心 修生齐家 刚才已经讲了不少了 但先者 其实早就告诉我们 他有个前提 那就是要正心 只有不忘初心 坚守灵魂最深处的信念 坚持心中最美好的理想 修生和齐家 才能成为有缘之水 对北大人来讲 正心 我的理解就是要 守正创新 何为心 就是房思佑 敢为天下先 北大从来都不是 一所简单的大学 毫不夸张地讲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 他甚至已经成为 国家富强 民族进步 自由创新的代名词 作为一名北大人 达只兼济天下 实现自己的理想跟抱负 穷只独上其身 不留属 不盲从 不论是居庙堂之高 还是除江湖之怨 都愿心系国家天下 做人做事 少问一句 我得到多少 多想一下 我能为大家做什么 判断一个人 成功与否的标志 绝对不在意 您拥有多少物质财富 而在意 您的行为 正面影响了 这个社会多少 您的思想 正面影响了 这个国家多久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守正创新 和这国平天下 何尝不是异曲同工 当然 或因兵负的差异 又或记忆的不同 难以人人都有辉煌的人生 当然 只有我们尽力 就行了 希望您年老时 能同 保尔科查经一样 回忆往事实 不应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应陆路无为而羞愧 同学们 我们生活在五千年来 最好的一个大时代 和平与发展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 不可逆转的潮流 今天的社会 则要好好努力 一切都有可能 没有一个时代 能比当下 更能实现 个人奋斗 社会进步 和国家发展 上次的和谐统一 我相信 只有我们每个北大人 从自己做起 守正创新 从身边的每件小事做起 无疑上小而不为 不投机 不乞巧 脚踏实地 扎实做事 诚信做人 如其秀者加油杠 这样 积少成多 水滴石窗 我们就可以用 这身的行动 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努力促进 国家的发展 最后 我祝愿每个北大毕业生 不管是何年又何月 无论在异国或他乡 您内心深处 都有一趟最清澈 最纯粹的未明湖水 北大愿永远做您 精神的家园 灵魂的皈依 还是那句老话 今天 你以北大为荣 明天 北大以你为傲 待到山花浪漫时 在北大等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